日本宣布3月起松榜边境管制 外国人入境隔离时间缩短为3天 让国人期待赴日旅游 由旅行社超前部署 一与长荣航空谈妥 3月22号到6月28号期间 飞日本七大城市的包机 并将自有型商品上架预售 5天团费约5、6万元 一旦日本与台湾都解除隔离管制 将可立刻出国 若隔离限制未解 则将取消行程 台湾台南市新营区 曾出现一座中共五星旗的 天后宫道教庙宇 遭检局后拆除 台南市政府2月17号表示 新营又建中共五星旗为建物 当天再度强制拆除 云豹装甲车在船撞名车意外 陆军六军团关渡市王姓忠市 今天下午驾驶云爆甲车执行任务途中 在淡水捷运主委战前撞上正姓女子开的轿车 正女感受到车身震荡饱受虚惊 警方对双方九侧都没有酒精反应 车祸原因仍待调查理清 狂烈与隔离是防疫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各县市做法不一 不少县市要求被狂烈者必须自掏腰包 驻防疫旅馆 花费上万元引发争议 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成时中今天承诺 这两天会找地方政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尽量把民众的损失减到最低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